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在前面介绍完平行四边形的知识之后呢 那我们这一集其实要来介绍的是梯形 那这个梯形的定义就很简单 然后梯形也没有那么多的性质好交叉的应用 就是有两边是平行的另外两边不平行 就是梯形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我们先来看 在一个情况 如果他另外两个腰是相等的话 他是等腰梯形 这个 我这个图看起来不太像 但是没关系假设是 那我们来证明 如果他是等腰梯形的话呢 我们刚刚说他另外两个腰是等长 等长的话 然后 我们先来证明他的底角会相等好了 等腰梯形 他叫等腰嘛 所以他的两个腰是等长的 那来证明他的底角有相等 那这要怎么证明呢 其实就是使用 这就是会用到 我们后面会一直在用的一种证明方式 他其实很简单 因为梯形他不是有一边平行嘛 那他另外一边不平行嘛 不平行所以他不是平行四边行嘛 那所以怎么样呢 我们就伸一个平行四边给他 我就把这一边呢 过这一点做一条线有平行这一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把这边平移过来 我这条线有平行他 那这个时候这边是不是就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他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话 这边就会跟他一样 那这里就有一个等摇深角形 对不对 那在右边这个等摇深角形里面呢 底角要相等嘛 那既然这样子呢 这一条跟这条是平行线嘛 所以其实这一个角 我现在图大大橘色的这一个 跟这一个角 是同位角嘛 对不对 他们是都被平行线被一条线切过去 他们两个同位角 那就证明出来 那底角是相等的 对不对 然后 那接下来证明说如果我是等摇T型的话呢 我的对角线也就是这一条 会跟这一条相等 那要怎么证明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实这种证明应该有很多方式 嗯 应该有很多方式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啦 想一想为什么他的对角线会相等 那这个可以按个暂停试着推论看看 那我就直接讲了 好 在这里呢我们使用的是 诶 来证证全等吧 我们刚才已经说明他的 底角有相等了嘛 对不对 那么在三角形 AC珠 和 三角形BC珠中 那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三角形怎么样 诶它是全等的 那为什么全等呢 好 有看出来了吗 可以吗 可以按个暂停来看这个证明 好那么 接下来要介绍到我们在 T型这一张会使用到的几个推论技巧 其实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两个啦 对不对 一个就是回 回归原始 用 就是原始 用正全等 另外一个是怎么样 产生平行四边形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再介绍两个 来看这里 要求面积 这里有一个T型 11 15 25 13 它说要求面积 要怎么求面积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 这个我就 我就直接讲 就是说我们在遇到T型的问题的时候 我刚刚讲到 会有 除了 除了全等之外 我们很常见的 解题的方式有三种 一种就是 现在要示范的这一个 做高 一做两高 这就是我们第一种会出现的方式 那你做了两个高之后呢 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面积 因为我高不知道啊 高不知道可是怎么样 我就凭空产生了两个直角三角形 我有必是定理 然后怎么样 我底下 不知道 可是这两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刚 这个 在之前好多集都不断的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 几何 的证明 几何的推论 很多时候就是用什么 我从这边算啊算啊算 你会被算成多少 跟我从这边算啊算啊算 你会被算成多少 这两个应该会一样 那这两个会一样这件事情 就可以用来解一个位置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设一个位置数 那你也可以设在这上面没有错 只是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利用它相等 所以你设在这个上面会 好像是没办法列 没办法解 所以我们会是设以下 比如说我这里假如是X的话 那这边呢 这边 11因为我这个高坐下来的 他这也是长方形 所以这里是11 所以这里会是25-11还剩下14-X 可以吗 那于是呢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H求出来 那我写H其实我没有要正这个 他不是第二个位置数 我的计算就是 在左边这个三角形里面求H 我是用13平方-X平方 在右边这个三角形里面 我要去求H 他会是15平方 减掉14-X的平方 对不对 那这两个会相等 可以吗 那我这样就可以解这个X出来 很快的 其实这个不难算哦 你们不要觉得说 好像又要展开展开还要再怎么样 因为你仔细留意一下 这个X在这里只有系数1而已 在这个X平方 在这边只有系数1而已 这个X平方在这边有系数1而已 代表等一下你展开会约掉的 所以这边呢 展开来他其实是15平方-14平方196加 因为我这里面其实是这个 减掉括号 14-196-28X 然后再加X平方 但是我把负号直接塞进来 这样子 这个是13平方-X平方 我特别把它 抄一遍下来 让大家留意这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会发现这里是-X平方 这边也是-X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其实会杀掉的 那杀掉之后你就等于 只有留下28个X 和什么呢 15平方-196 这个196就是14平方嘛 那其实我们之前有稍微讲过 15平方-14平方 就会是15加14 还记得吗 连续平方差的 连续平方数的这个差 就刚好是这两个底数相加 因为你如果用乘法公式算的话 它是15加14乘上15-14 那15-14刚好是1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 刚好剩下来的是29 29搬过来被减掉 所以这边是169-29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算啦 只是我既然在教嘛 就顺便多讲一点 对不对 让学生看看说 也可以这样算 对对对 之前讲过这个 要不然的话 因为我们不希望学生 把某种算式背起来 把某种算法背起来 那你又希望他可以越算越聪明 越算越快 越算越有技巧 那当然就是不断的在他面前 反复的使用这些 小小的技巧 让他去看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28x是196-29也就是140 所以x其实是 5哦 那这里14-5这个是9 合起来25 底下是25 然后这个5-12-13 这个是9-12-15 这个3-45的比例 所以面最高其实是12 那么他的面积就会是 11加25乘以12除2 11加25是36啊 36乘6 108 哦不是 216 可以吗 来 下面这题 球面积 一样按个暂停想一想 那其实这种问题怎么样 你当然也可以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想到其他方式的话 你就这么做吧 把它做一次当练习嘛 按个暂停做一次当练习 那如果你想到其他方式的话呢 会用什么方式来解呢 好那我们就直接讲了 除了我刚刚说你可以直接做两高 像刚刚那一题这样解之外 那这一题我们示范另外一种 那但是这个其实 这个另外一种是刚才已经介绍过的 那一种 哪一种 产生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在这里写 二 平移边 平移一腰 好了 平移一腰 产生 平行四边形 上面这个是 做两高 多写 多写几句 做两高 两高相等 减X 可以吗 如果笔记本的话抄上去 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T型里面要产生一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说把一个腰移动 那移动哪一个腰呢 其实都可以啦 比如说我可以移动这个 我把这个5的腰移过来 那这里是就产生一个平行四边形的 这样子 那这样这个时候底下是3 这里是5 可以吗 那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呢 啊 我们已经看到它好多次了 对不对 556的等腰三角形 怎么样 我可以求面积 3 4 对不对 面积多少 6乘4除2 面积12 所以这个面积12 那它的高呢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它的高 我这里画满了啦 再画在上面 所以它的高 这个12乘5除2 5分之24 4.8 所以它的高是5分之24 那所以它的面积就是 3加8乘5分之24 除2 所以是11乘上5分之12 所以是5分之132 可以吗 那你说哦老师我怎么想到 那我就讲了好 因为T型的话呢 来大概就是几个算法 那你去想想看有没有 没有适用 那其实我们前面这里说的这个取两高 已经算是很浮底抽薪的做法了 不见得你产生平行四边形会好算 我们今天这个产生一个平行四边形是因为它刚好 两腰 相等然后556我们认识 它有可能刚好变成一个正三角形 那我们也会认识 或者是其他的三角形 我们特殊的记得的话 那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没有的话 你变成还是要怎么样 你看我这里产生平行四边形 我们就用这个来当例子好了 如果今天我产生一个平行四边形 却不好算的话 其实原则上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两高的精神 只是因为你已经取了平行四边形了 我们以刚才的这个例子 11 25 15 13 如果我取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取过来 那这个11拿走 11拿走之后呢 25写下面一点 那所以这里是不是剩下 14 然后这个13会移过来 那你说 诶 15 14 13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怎么办 那其实还是一样 做高 怎么样 是x 14-x 对不对 13平方-x平方 15平方 减掉14-x平方 要会相等 会相等的话就可以解出来 x14 这个 我们刚解说了 x多少 5 这样可以吗 那所以呢 这样还是会解出来 这个是12 那其实这个 13 14 15 我们之前某一次的作业吧 是不是有练习到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怎么样 如果你做出了平行四边形 却没有出现你漂亮的 漂亮的这个三角形 还是一样可以社会之处求解 那其实这个精神就相当于是我们做两高的精神 只是你把他 这两个三角形 对不对 飘 并过来而已 对不对 所以是同样的事情 那只是说如果你做平行四边形因此而能产生 特殊的三角形 当然你就可以现场算了 是不是 那你说这个我可不可以求两高 用两高球 但也可以啦 只是用两高球一般是 在我看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方式的话 可以先试着用其他方式做 像这个也是 第三题也是 球面积 那你可以这个想想看有没有特殊的做法 那 这个或者是你还是可以来练习一下 这个做两高或者是取这个 平四边形 这一题好像不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 只是不方便 不好做而已 因为你不知道这边多写 那这边球面积的话呢 他就是说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就是拉一条对角线 这就是第三种做法 他特别适用在 对角线垂直腰的时候 又或者说对角线跟腰产生了特殊三角形的时候 那比如说这里 这个是根号3 这个是2 那其实这是30 60、90的三角形 对不对 这个是1 那他要求面积嘛 那其实呢 就可以从这里来求 既然这里是60度 那这里也是 我这个高坐下这个是30度嘛 所以是1比更号3比2 这里是1分之1 这是2分之更号3 所以他的面积其实是 1加2 乘2分之更号3 乘2 等于4分之3更号3 可以吗 那么这三种情形 还会包括我们前面讲到 利用这个全等 都要汇哦 在这个前面的一个作业里面 有这一题 在平面坐标中有ABCD 以致他三个点 是A45 35 B47 -1 C4-1 F2 要求D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过 那么在这里我只是示范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说我们的ABCD呢 我甚至不去 不一定要按照他的这个坐标位置的话 但是我们的ABCD要符合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念起来是ABCD 可以吗 所以我们前面的问题里面 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问题 是不是有三个点 然后我不是问你说 那请问说 我在平面坐标中找到第四个点 可以跟他产生平行四边形的 那我们那一题有三个答案嘛 一个是从这边 这样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不对 一个是在这边 这样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但是如果今天D在这一点呢 你这个平行四边形要叫做ABCD 或ADBC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是ABDC或ACDB 都不是ABCD 只有在这边才会是 所以在这里的话 他就会限制这个低点的相对位置 A是35 B是7-1 C是-1-2 因为其实如果你用 就是这个平移的方式 用我们前面教过斜率的概念去移动它 是很容易的 所以很快就做完了 A点到D点 他的长度 跟他的这个XY相对的变化 要会跟B点到C点一模一样 所以从B点到C点 他的X是减少8 他的Y是-1 那所以这里也一样 所以他的X减少8 第一点是-5 Y-1是4 所以答案就是-5 4 这就是这一题 可以吗 这里有三题 大家试着算算看 用我们刚才的教法 这个要求周长 上面有个球面机 好 那么大家在想的时候 我们来小小的聊一下 我们上一集呢 讲到这个 其实有很多犯罪行为 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一点点 技巧 但是这个技巧 并不算是他们聪明或有本事 很多时候一般人不这么做 或者说一般人会被骗 那只是因为我们遵守一个社会上的公约罢了 所以这些人会得逞 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 你也不能说他们本身靠本事赚钱 不是的 他们是在破坏社会秩序来 获利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破坏社会秩序 轮不到他们 我说实在话 对不对 我们有那么多体育选手 那流氓流 因为学生尤其在国山 过不了多久就成年了 那成年了之后呢 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以我都会跟学生说不要太蠢 我后来发现很多 很多人 其实他不是坏 他只是笨了一点而已 或者是说这个放任自己 这个 放任自己的冲动 然后 他 人在什么情况下会 我说这个犯蠢呢 就是太相信一种 自己的道理 比如说我走在路上 跟你擦肩而过 你碰到了我的肩膀 我想说 哇 你碰到我肩膀都没有道歉 难道我不应该教训你吗 这就是一个自己的道理 我教训你是天经地义啊 我就出手扁 但是对吗 不对 对不对 那很多人很多人在做这种傻事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道理 那其实人 人的成长就是要尽量的自行 尽量的要能够懂得去问自己 真的吗 真的吗 这个真的是对的吗 不是 算了 很多很多人都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 这台这台车挡在我家门口 他这样做对吗 我不该教训他吗 就拿刀画一下 那我说这样子一方面 我说这个蠢 一方面就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质疑自己 太放任自己的道理 越是自私的人 越喜欢讲道理给自己听 但是他的道理从来自己都不怀疑 那就会有我们所谓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层面 讲蠢好像很严重 讲傻 另外一个层面 这些犯傻的人 都很容易忽略现实的情况 我都说 如果今天公民课本要改编的话 要把一件事情写进去什么的 就是现在已经到处都有监视器了 我有时候看到 我有时候看到新闻 那种什么高中生啊 军校生啊 这个 因为缺钱所以决定去抢劫超商 我都觉得 这个不是坏的问题 你懂吗 他说后来你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坏 你去问他们爸妈 他都说没有我小孩子很乖 我觉得这个 但他们还是坏 但是坏不足以做这种事情 就是要 傻到一定程度 超商这种东西你也敢抢 监视器到处都是你真的觉得你抢得逃得掉吗 对不对 好像那个路在路上 最近大家常常看到新闻那个路 那种那种什么 路跑哥就是 假装被你撞到跌倒 现在这么多 或者是有很多人被人家按了一下喇叭不爽 就停车下来抄起球棒就要开始教训对方 现在这么多行车记录器 也是鲜视器的一种就是装在车头上的那种 现在这么多行车记录器 这种事情你还是照样在做 那你说这种人他到底是太坏了以至于他才做这种事情 还是他太笨了 那或者啦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自省能力不够 自治能力不够 那有一些 心理学者或者说一些脑科的学者 会说这个小 小孩子尤其是男生 在未成年的时候 在十几岁的时候 这个前额业发展还不够完全 所以很容易因为情绪 因为生气 就没有办法进行逻辑思考 就觉得一定要做什么事 不然他不爽 那 我必须说 这样子的行为呢 第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就是人 人活着的修业 你人活着赚的钱多也罢 赚的钱少也罢 怎么样变成一个 对别人有好 对别人有帮助的人 怎么样变成一个让别人尊敬的人 你如果总是能够看看自己做的事情 想想自己 想目前想的这个对不对的话 你就很容易可以做出大家会接受的事情 那 其实你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 那你会比较做一些比较正面的事 因为并不是说一定要做善事 你只要懂得自我 自我怀疑 自我控制 那如果你说小孩子的话 那当然也许 我说根据医学 也许他们没有办法 那么完善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是就是我说的 国三毕业之后再过一两年也就成年了 那成年之后就不会有人因为说你还是小孩子 我 我孙子小时候乖得很 他都不敢怎么样 那 不会 那其实我说有的时候不是坏 但是就是太傻了 不要做 不要做这么傻的事情 这变成是目前的这个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一环 你要跟学生说 你说他们坏 他们又不觉得自己坏 对不对 你说坏人才会做这种事情 他都不觉得自己坏 所以他还是会照做 所以你就老实跟他说 其实不是坏人才会做这些事情 是够笨的人才会做这些事情 那你就知道 你如果做了怎么样 这个社会上的人不是怕你 不是讨厌你 是实在是觉得你很笨 丢脸 丢脸抢操伤 那也许他们就会觉得 比较能够理解就是 其实是应该要稍微自治一下 看这个等药梯行 根据刚刚的说法 我们有很多的算法 那也许你也可以试着做不同的算法 但是我们在这里快点把它算一算 给了这条对小线是5 然后这个是5.5 有没有用啊 这个是10 这个是1.1 好像没有 所以不要理他了 对不对 不要理他 拉起来 对不对 这个2.5 因为他是等腰梯行啦 所以呢 其实呢 虽然图上 尤其被我画的时候感觉他更不像 但是他的确就是等腰梯行 所以当你2.5拉下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2.5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5.5-2.5剩3 所以这里其实是1.5 这里也是1.5 所以其实这条对小线是有用的 因为在这边就产生了这一个 这边是4 这边是5 这里是指甲 对不对 有没有 我把它 除了个紫色 是不是 2.5 然后我们刚算这个底下这里是1.5 因为合起来要5.5 所以这个2.5的话 这是1.5 这个是1.5 那所以他的高是3 所以他的面积是2.5加5.5 乘以3除2 2.5加5.5多少 8 乘3 4 12 这样你有算对吗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解两边 可是你要去解他的高 你会发现你没有 没有腰嘛 对不对 那没有腰的话 哎刚好这里出现这个5 就可以用 来底下 等腰梯形ABCD如下 那么求其面积 所以这里有6 60度这里有一个6 这里有一个6 好诱人 对不对 我看到6又看到60度 又看到 而且他是等腰梯形哦 对不对 求其面积 那你有好多做法 介绍一个 比如说这个直角 对不对 30 60 90嘛 1比根号3比2 所以这个3 这个3 这个6 这个3根号3 对不对 所以他的上底是6下底是12 6加12 乘3根号3除2 所以是18除29 27根号3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怎么做 平移过来啊 那我们不是说平移过来 因为他是等腰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6这里6 这个是正三角形嘛 正三角形那一样你可以求出高 然后一样你可以求面积 然后这边会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变成这边是6 这边也是6 所以下底一样是12 可以吗 我就乱话 因为反正解出来 看得懂吧 如果没有看懂 再看一遍 来 下面这里 平行四边形ABCD求其周长 这个是7 那这样这个周长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平行四边形的话 只要中间这里有垂直 那他就是零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时候是 他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而且垂直 所以他们对角线是互为中垂线 所以互为中垂线的话 这两边会一样 而且这两边会一样 所以他的周长是 28 可以吗 那么这个是这次的作业 按个暂停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这两课上到这里 球着色面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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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